《剑王潮》 《剑王潮》 这是爱奇艺重磅打造的一个超级IP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做一部真正有武侠意义的这么一个概念的片子 《剑》就代表江湖 《王潮》就代表朝堂 但是朝堂就是在操控江湖 江湖也是依附在朝堂里面 所有的人物都是用剑 首先他回归到了传统武侠 他混合了一个复仇 以及对林林的情感上的一个转变 用这个剑来说话的时代 大家希望他拍一个武侠剧 还是有他的一种美学的风格 视觉上面 他们很想找到那个夜宴的那种感觉 从武打到摄影灯光 整体的设计就是以夜宴的基调 来作为拍摄的这个标准 整体的世界观构建的时候 其实冯导演把他之前自己做夜宴的一些经验 分享给在座所有的主创 又做了很多次优化 然后去给出很好的建议和指导 刀剑相碰的这种真实感 要有人感受到那种力量的存在 打得很精彩很漂亮 制作非常精良 拍出来的东西都非常的棒 画面也非常的美 有龙大 然后又有爱情 又有谋略 相逢一笑 敏恩仇 跟随我们 开场上 就是你叫我